格林尼志村 Great Village 是纽约市曼哈顿南部下西城的一个大型居住区 大部分居民为中产阶级家庭 但是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中叶 却以波西米亚主义首都和垮掉的一带诞生地著称 该地居住的人士多半是作家、地书家等 格林尼志村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是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 自上个世纪末期 艺术家、激进分子、反叛者称为家的地方 在社会思想上 格林尼志村也无视不反映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变革 从上个世纪的妇女争取选举权 到1960年代的反战 19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 同性恋争取权益运动 格林尼志村都是波涛汹涌 成为美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来源 格林尼志村东到白老贵大道 西到哈德尊河 南到豪斯顿街 北到十四街 周边街去北 东面是东村 南面是收后 北面是切尔西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 马克吐温、福克纳、尤金奥尼尔、惠特曼、安迪沃霍尔 数不清的文化名人以格林尼志村为家 也是从那时起许多剧院、餐馆和俱乐部应运而生 格林尼志村成为了纽约的文化地标 而随着1920年代 爱林顿公爵、路易·阿姆斯特朗等音乐家进驻纽约 又将格林尼志村变为了爵士乐中心 格林尼以艺术为生活目的的艺术家们无心挣钱 住不起忠诚的大房子 也不愿意和天天朝九晚五的中产阶级一起住在布朗克斯 就选被大多数遗弃的老格林尼志村落脚 那里的老房子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茁壮的长春藤爬满了一面面红色的砖墙 有着年轻美国不多见的华丽和沧桑气息 符合艺术家没有功成名就以前的情调 这里也是巴黎左岸的美国翻版 该地区标准风景从窄小的街道到人群不断的华盛顿广场 从亲密情调的咖啡屋、酒吧到卖古怪物品的小店 从小型书店到价钱便宜的小餐馆 从摇滚乐吧到爵士俱乐部洋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 音乐广场、爵士和摇滚仍是格林尼志西村不可获取的因素 这里的旧书店、旧唱片店、旧衣饰店 仍让人享受小而亲密的旧日风格是村中的另一著名特色 更有Angelica、Fillful、Cinema Village等小影院专放艺术电影、 外国电影、老电影回顾 是除了校园影院之外 在美国能看到 非好莱坞电影最集中的地方 根据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西村人口为66,880人 种族构成为80.9%为白人 2%是黑人 8.2%为亚裔 拉丁裔占6.1% 该地区平均预期寿命为85.8岁 该地区家庭收入中卫数为14万4878美元 因此 格林威治和SOHO被认为是 相对于城市其他地区的高收入人群 而不是中产阶级 格林威治村的文化档次 不比白老汇剧场集中的时报广场商业序低 反而更为高雅 文化人通常认为 时报广场是外来旅游者看热闹的地方 而格林尼治村和上西区那一带 才是真正有格调的文化区域 在格林威治村出现过的垮掉的一带 作为一个流派 在美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短暂而奇特的文学现象